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你们热吗 天气是很热 但是我们感谢主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非常美好的环境当中 一起来聆听上句的话 今天的经文是在 《猎王记下》第13章 第14节到第21节 《猎王记下》第13章 第14节到第21节 翻到之后由我念一节 弟兄姊妹们来念一节 我们依序把它练完 没关系我们 我觉得翻手机也很好 有经文都很好 还有你的iPad也可以 好 《猎王记下》第13章第14节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哈茲下来看他 扶在他脸上哭泣说 我父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又对以色列王说 你用手拿弓 王就用手拿弓 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 以利沙就说 以利沙就说取一几只剑来吧 他就取得来 以利沙说打地吧 他打了三次 便止住了 以利沙指了 人将他藏埋 到了新年 有一群磨压人半径 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众人的提醒 安慰和安慰与智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要来感谢祢 因为今天是祢得胜的日子 透过圣道的宣讲 透过圣礼的施行 你要重新的召聚天目感恩堂 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我们是祢守所做的功 求祢常常借着祢的道来提醒我们 也求神保守孩子的心 让孩子口里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都蒙祢所愿啊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这好像打仗的味道很重 我们来看为什么要讲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它到底是指谁呢 其实在历史当中 历史 什么是历史 是记载人类行为的轨迹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一位民主 他们是从神所拣选的一位民主 在士之记 这是在前面几个圣经里面 有一个士之记里面 就提到这个以色列 当时以色列从埃及 我们知道当时他们从埃及 到了这个迦南帝 然后迦南的那些民族都有王在统治 所以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的这些君主的政体 有没有 都在他们的四周围 他们被外族侵略非常的惨 他们就会去开始 就是开始要求 他们跟他们的神求 也是我们的神 就是耶和华上帝求一件事情 需要王来治理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王权 他们总觉得群龙无首 他们总觉得没有一个依靠 外邦人或是外国人 他们有君王 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到底要听谁的 我们只好去求我们信仰中那位神 那位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君王 结果我们就发现 当他们有君王的时候 他们有好好的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吗 他们有好好的去遵行 信仰上所规定的一切吗 他们都没有 他们又开始自大 他们又开始犯罪 然后他们就一直落在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当中 好不容易他们有了君王 第一任君王扫罗 我们都知道 他是这个没有办法合神心意的 他会合神心意 所罗门我们都知道说 他到晚节不保 接下来南北国的分裂 今天要讲的都是北国的一个君王 他们在宗教当中 他们沾染的这一些宗教 为什么 沾染宗教是罪恶呢 沾染其他宗教 我信耶稣 我在信比他的神 难道不行吗 其实神是爱我们的神 如果你敬拜别神 身上有一个很善意的提醒 其实也是很严厉的提醒 告诉你说 那怎么样 愁苦必加深 犹太人他们所面对的这个 他们当时还见的那些神 他们那些神 都是有一些邪淫崇拜 他们在庙里面有庙祭 对 他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怎么样 要用刀子要用什么样 就很像我们的民间信仰一样 一模一样 那血这样撒的这样子 你做一个真正圣洁的信仰 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吗 然后在迦南的文化里面 他们还有把自己的婴孩 当作献神的礼物献上去 你觉得真正一个神 是要这么样 残忍的献祭的一个行为吗 可是那里的民族却不知道 当以色列人 进到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他们也开始 但是被这些民族所影响 好不容易有一个王叫耶护 耶护就把那个巴黎的先知 通通就找过来 用祭找过来 然后就怎样 就把他们全部杀了 就发现说 可是呢 这个王还是没有办法 他们还是会想到说 要去拜一个金牛犊 金牛犊 他们就误认为是他们信仰的神 其实不是的 那耶护好不容易清理门户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清理不干净 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只做到一半 常常那个小时候经过爸爸的教导 他说你再做一点就好了 你再忍耐一下子就可以了 特别是在小时候的时候 我爸爸是游泳队的教练 我是他的选手 这个很麻烦 爸爸是教练 你是选手 然后在那种比赛当中 那个时候我喜欢吃 就发现我开始发胖 就在那个比赛当中 明明就再努力一下 再充斥一下 就可以得到第三名 却没有办法得到第三名 之后检讨是太重 太肥了 可是就差那么一点点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竞技场上 所抱的遗憾就是这样 我只要再努力一下下 同样的在宗教当中 一代不如一代 耶护不行 你看 耶护虽然她不错 这个人是谁呢 再靠近一点 我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当时最恐怖的女人 她把这个异教的信仰带到以色列国 让以色列人敬拜这样的很奇怪的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耶护 他也姓耶 叫耶喜别 耶护把他给杀了 然后耶护这个 耶护做得都很好啊 可是他就是没有怎么样 就是还是在拜金牛犊 那他的儿子呢 我们看到约阿斯 约阿斯还是拜金牛犊之外 还拜亚瑟拉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亚瑟拉是女神 那个男神都已经被耶护清理掉了 这个巴黎都已经被清理掉了 亚瑟拉还在拜 然后这个神就向他发露 亚兰王 亚兰就是他平常他旁边的那个主 就开始屡次有没有 就开始欺压他 然后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开始祷告 祷告的时候 神就要兴起一位拯救者来帮他 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状况就是这样 神很爱我们 但是我们现在一个循环当中 我们呼求神 神就来帮我们 但是这个 有人说什么 这是外邦人的谚语 但是有时候这种谚语实在是 听得真的是很扎我们的心啊 临时抱佛脚是没有办法的 同样的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你临时跟神祷告 神当然是爱你的神 神传听的祷告 神会带来一些改变 但是没有办法彻底改变你的这些行为 约阿斯做了以色列王 他的儿子约阿斯 另外一个 也是一样 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说亚兰王欺负他 欺负他 太甚了 他开始很紧张 活有外患 这个时候才怎么样 才开始去寻求这个帮助 这个寻求帮助是透过谁 透过我们讲的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其实是指先知 我们有时候对先知会有一些误解 在犹太人里面 先知是传递上帝的话 我们都有时候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不习惯有这样的一个称呼 但是在中东的信仰里面 除了君王是治理国家的 先知是负责去传扬上帝的话 先知又称为先见 他们常常把上帝的话语教导君王 让君王能够好好的来治理 在今天要谈的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就是在约拉斯里面 约拉斯没有依靠的时候 他去找一个即将要死的先知 那位先知就叫做以利沙 他去找他 那这个以利沙就成为王的依靠 王去找先知 但是更重要的 先知是要让他去找什么 先知背后的神 跟你旁边说 你去找先知没有用 要找先知怎么样 背后的上帝 你要去找先知背后的上帝 有时候我们会把焦点给找错了 找一位很有名的人 好比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找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很厉害 但是你找他之外 你可以跟他交通 可以跟他一起祷告 但是你要找什么 你要找他后面的那个信仰 以利沙病了 以色列王的约拉斯来看他 就开始哭了 哭了说 父啊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我们都知道说 以利沙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事奉了六十年 他跟王的关系 如此的这样的一个亲密 王认为 他比以色列的战车跟马兵 还要重要 说你怎么可以离开我呢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非常的一个忧伤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虽然只有圣经上只描写一下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王即将要失去一个 依靠那种痛苦 那种难过 以利沙当然那个时候 有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动作 先知都有一些象征性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也有 我们在教我们的主日学当中 我们会讲一些故事 我们会做一些动作 然后象征的去教导 其实先知就有这个功能 在旧约的里面有没有 不是只有小朋友才做这样的事 大人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举例来说 这个 意思就是说他会得胜 都是用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手法 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 象征他们有同一个目标 当然在按手里面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按手里面有祝福 有审判 当然也有戴罪 有案例 有差派 在按手祷告当中还有医治 但是以利沙按手 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智 同样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按手的过程当中 以利沙跟王是在一起的 要讲上帝的话 虽然这个王有没有 是不是什么很有力量的王 虽然这个王他的信心不足 但是神的恩典的原因 还是透过以利沙按手在王的一个身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是王的依靠 当这个王依靠以色列战车马兵来说 当这个战车马兵要走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的安全感在哪里呢 如果你在人身上你会倒 如果你是在监制背后的上帝 你又重新燃起的一个希望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当你的假军事总统死的时候 那些人下着雨 就有很多的一些传说 我们都知道那时候 那时候只有三家电视台 每一个电视台都报了这个 讲工的专辑节目 而且并且以黑白的方式演出 然后总统讲工的纪念歌就开始 马上马上唱出来 唱一首《从头到尾要五分钟》 然后我们发现说各级学校军人 都待校一个月 他们有极度的一个忧伤 但是事后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对这个讲中正的总统的评价 有两极 有几赞成 有几不赞成 但是这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们就是 当他走的时候他也是人 重点是讲工是姓谁的 是姓什么的 是很重要的 当金正恩走了 北韩的金正恩走的时候 也是一样 他们这些也是会有一些 哀痛的一些表情 到底我们的依靠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是依靠人呢 还是依靠赐予人后面的一个上帝呢 安全感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是美国人 我应该很有安全感 你觉得是吗 对 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美国奥巴马总统宣布 我们关闭只九间 可能还在郑家中的大使馆 为什么 盖达组织要开始复仇 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 他也怕盖达组织 然后也要把大使馆给关闭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是这样的政群 没有办法有依靠的 我们再把这个重点 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 有时候我们的安全感 会建立在人身上 他也许是你的父亲 也许是你的同事 也许是你的伴侣 我有个同学当牧师很好玩的 他说自从我跟师母结婚之后 我就武功全废 我说 蛤 你跟师母结婚怎么会武功全废 应该武功加征啊 他说因为师母太能干了 对 power point他会打 奖章他会帮你写大纲 然后会标注错误来 然后 然后 这个很多事情师母会先协调好 然后交给牧师 所以他就武功全废 我说现在他要小心了 你还是要开始 该你的责任你还是要付 接下来我们要看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是为神开路 他说射箭吧 以利扎说 这次耶和华得胜的箭 是战车亚兰的箭 你必从亚佛宫打 这个亚兰人 要取弓箭来 然后这个连麦神谱 对 有个动人的景象 对 往东方 他的那个 他在这样里 我想要说这个实在是 这个实在是这个场景 你去想想看 假设我们今天换到现今的场景 一个先知身上插了一个管 插了很多管 什么星岛管 什么插一堆 插了一些心殿图 结果你就发现说 他在鼓励那个君王 那君王是很强照的 说你就往东方射箭 然后告诉他一些比喻说 这不是你射的箭 是谁射的箭 是耶和华得胜的箭 你一定可以得胜 鼓励他 安慰他 下次那时候告诉他 说他一定可以得胜 所以他就为他去开路 他对他就做一个教导 耶和华才是得胜的一个神 你在困境当中不要看到你自己 你要看到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 要往前面射 我们今天的不敢做的事情是因为 我们常常看到自己 没看到神 自己就很渺小你知道 对啊 有个广告很好笑啊 他说我是一个小小草 然后在骑脚踏车 忽然间看到有人这个 有歹徒有没有 有歹徒在威胁一对情侣 他就拿那个石头 往那个歹徒就一砸 然后就忽然砸到歹徒 然后他说什么一件事情 他说小草如果发挥功用就不是小草 这什么草 仙草 虽然这只是一个广告 但是代表一件事情是说 你要看到你在信仰当中 神给你的这些能力跟力量 耶和华得胜的见认定 神才是唯一的依靠 上礼拜我们很感动 因为在感恩堂发生大事 那个大事就是 树跟花结婚了 哇 这是感恩堂的大事 当树跟花在这边讲一件事情 从今以后 当然这是牧师讲的 他们只能说我愿意 从今以后 无论安乐困苦 富贵 贫穷 健康 疾病 你都愿意爱对方 永不改变吗 树跟花 等一下点名 他们今天在不在 不在 他注意一下 你不改变吗 他们当作我愿意 其实在婚礼当中 我们也表达说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在困苦困难当中 神还是爱我们 神愿意爱我们 而我们也愿意相近 神是我们最后那条的房间 是最后的依靠吗 大卫在这篇16篇讲得很好 在困难当中 我主啊 求祢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祢 这是很大的一个安慰 神啊 祢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祢 这是大卫在困苦当中 去讲的一件事情 是一种宣告 一种安全感 认定神才是唯一的依靠 而且大卫还讲一件事情说 你是我的主 好处不在 好处不在这个你以外 你是我的主 是一种好像夫妻中间的一个 很亲密的一个关系 上帝是我的产业 祂是我的 当我们跟一个人关系很熟的时候 我们都会介绍说 这次我的内人 像树跟花结婚 我们就会发现 树会说 现在会说小花 她是我的太太 以前只能说是女朋友 她是我的 敢讲这句话 她就是我的 同样的我们跟神一样 你是我的主 我们有一定的亲密关系 也许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对神应该要毕恭毕敬 但是你是我的主 是一种很亲靠的 我的主啊 求你要帮助我 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都要相信说 我的主啊 你是帮助我的 以地沙对约拉斯这个君王说 你要刚强起来 弓箭是为了战争用的 拿起弓箭 按在他手上 引导他 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动作 让他去经历到神的全能 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 十篇十六篇讲得很好 论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所喜悦的 后面就讲一件事情 敬拜别的神 他们的愁苦怎么样 必加征 神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忠的一个 悲忠的愤 我们总觉得一件事情说 我们的神好像说 只要信号他就好了 我们也不必关心说什么 关心物质上面的 但是 这个 我说过一件事情 看不见的 比看得见的 还要怎么样 还要重要 上礼拜的时候 差迪珍老师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富豪他们玩一个游戏 忽然间一件事情 游戏完了之后 你就变成一无所有 但是是假的 你就下了半死 因为拿掉所有的钱 你变成什么样 你毫无依靠 但是如果你的信仰 是在神身上 就算你拿掉所有的钱 就算你现在 像约拿一样 在鱼的肚子里面 你都还有盼望 都有依靠 因为神是你的上帝 他与你亲近 耶和华得胜的剑 胜过亚兰的剑 我们只要遵循神的方法 经历到神的能力 我们只要坚持到底 就可以得胜 就要坚持到底 但是我们看到约拉斯王 他似乎没有 我们的责任是在神 在我们每一个的阶段里面 好好按着神的心意 去坚持到底 对 你想过去也没有用 过去就已经过去了 你要想说神现在 在你生活当中 有什么是训练你的过程 有什么是锻炼你的过程 约拉斯要想到道讲 不要讲他那个什么 什么约护啊 不要想他前面那个约拉斯 那个爸爸也没有什么榜样 他想说神啊 我要怎么样胜过亚兰人呢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神给我们每个人 在每个阶段当中 也许你是年长的 也许你是中年人 也许你是少年人 神都要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从开始的时候 就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小组长有小组长的责任 他们要牧养群羊 牧师有牧师的职份 长子有长子的职份 家长有家长的职份 那我说我是孩子都没有 你也有你的职份 要好好听话 对不对 对 要好好的这个学习啊 甚至你该玩的时候要好好的玩啊 不要玩的没有创意 对不对 对 要好好的玩啊 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一个责任 要去进行 敬畏神就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心里面 跟神有亲密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刚强壮胆 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做的思想当中 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的努力 有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在痛苦当中 我们甚至失去了这个往前走的力量 这说明我们的内心是很重要的 神帮助我们没有错 神帮助约拉斯君王没有错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都是你的依靠为你开入 你要做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要坚持到底 结果他没有问 他只打了三次 唉 真的是很惨 有一天啊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这个有一个女儿 她觉得很痛苦 她觉得她自己的生活很坎坷 她觉得说她自在一个很极臣的家庭 爸爸是厨师 还不错嘛 厨师有一个师啊 至少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领域嘛 然后那个他就跟他爸爸一直在抱怨 他爸爸就想不晓得 他爸爸也不是学过很多什么 会这个四书五经啊 然后会怎么样去安慰他 他爸爸就用他厨师的方式来安慰他 就说 好吧 那我们来做个实验 你就把那个蛋糕 对不起 不是蛋糕 番薯 鸡蛋 咖啡 然后有一个饱 你就去煮煮看 煮20分钟 我们来看他的结果 那个女儿就听爸爸爸爸 到底要卖什么关子 到底要卖什么关子 为什么我那么难过 所以他叫我做这件事情 三个炉就开起来 第一个放什么 第一个就放番薯 第二个放鸡蛋 第三个放什么 放咖啡 我们来经过了20分钟 来看看他到底结果如何 结果我们就看到说番薯有没有 他怎么样 他就 就散了 遇到困难他就散了 我们看到说 鸡蛋呢 他遇到水 遇到困难他就变什么 变硬了 不错 但是最棒的是咖啡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散发他的影响力 结果把水变成怎么样 咖啡色 结果还有一股咖啡味道 这个味道又从液体变成什么 变成气体 然后你闻到你又有精神 哎呀 爸爸告诉你一件事情 要坚持到底 虽然我是个做厨师的 不会跟你讲什么东西 但是你看嘛 三种东西煮出来就不是不一样 你的人生是什么呢 你的人生 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把罪给除干净 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坚持到底 对 这都是东西要常常的去提醒 其实是锻炼的 我的健身房老师告诉我一件事情 是说肌肉绝对不是喊出来的 不是宣告出来的 对 我要有肌肉 对 一经过宣告就出来了 肌肉是怎么样出来的 是练出来的 所以呢 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练它 去钻研它 我们讲道也是一样啊 我们又要有各样的属灵恩赐 我们的敬拜团 我们在这边练啊 发现今天的敬拜团 越来越好 为什么 因为花了时间 花了代价去默默性 然后去调整 我们的服事团队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要坚持到底 圣经让我们看到最棒的 就是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希伯来书第12章 那个什么 其实11章我们都知道什么 11章到12章之间在讲信心 那些人有没有 他们都有一个很远的一个梦想 像亚伯拉罕 有一个很远的梦想 他一生就努力了 离开了乌尔本族本乡 我们就讲一件事情啊 神称为他们的城 不以为耻 我不是讲过一个话 一个故事很好玩吗 说你的神是什么神 我告诉你我的神是什么神 我的神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这很伟大 到底他们是谁 他们都是些信心伟人 神愿意把他的名字 跟这些人摆在一起 有一个人说 那你的神是什么神 我的神是 亚里斯多德 笛卡尔 佛罗伊德 他说 那你的神 就不是你的神 因为你的神是推出来的 推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是因为哲学上需要一个 创造主来管这个世界 所以不小心推出来的 笛卡尔推出来的 我们神是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这个神是他有一个信仰的 一个脉络 一个传承 一个影响力 今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列王记当中 不是君王的传承 传承很糟糕 你看 君王的传承 这个耶护传给约阿斯 约阿斯传给约阿斯 结果音不大一样 但是发现这个传承系统 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传承 是哪一个传承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的传承 不要以为这个是 只是称呼以利沙 更称呼以利沙老师是谁 以利亚 所以当打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在Google搜索的时候 你发现 是以利亚 最近有一个著名的神剧 就在讲说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利亚 以利亚传给以利沙 以利沙用她的属灵的影响力 去鼓励 那个在很高的位置上 但却很软弱的君王 是以利亚传承系统 以利亚传承系统 今天你不战胜 你心中的罪恶 你不把你的罪恶中间除掉 它永远在过一段时间就来烦你 我们都知道有些药有没有 在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去年做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的扁朝献发言 然后那个我就 哇 看了好久的医生 我以为我好了 就在去看了之后 医生讲了一句话说 你只把他打昏 你没有把他打死 他说你要去去用药 我就说 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以色列战车马兵教我们得胜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得胜呢 先想一件事情 什么是你心目中的亚蓝人 你没办法克服 你害怕 你躲避他 你不敢面对他 对 这个人是谁 对 这个人也许是你的个性 这个人也许是你无法突破的一点 把他找出来 求神真的是帮助你这件 可是耶和华祝福的这件 一定要胜过他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想想看 如果今天把他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觉得 如果你是约阿斯王 你觉得你有几分呢 可以胜利呢 以利沙讲过 你应该打他多少 五六次 你却打他几次 打他三次而已 一半 如果是六次的话 一半都不到 如果是五次的话 为什么是不再多打两下 你为什么不问呢 那今天我们要评估嘛 就是每次在打仗的时候 我们都要战力评估一下 对不对 对 我们要当 就是这个前阵子什么广大 什么信号的时候 我们跟菲利平 我们要战力评估一下 大家都列得出来 那看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约阿斯王 你觉得你自己会得到几分的胜利 那我们要在你面前求神帮助 因为信仰带来是全面性的一个胜利 是全面性的一个复兴 那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那天目感恩堂的复兴 绝对不是说只有周牧师复兴 那绝对不够了 对 我复兴 也需要大家一起复兴 绝对不是说某一个人复兴 但是某一个人的复兴 是可以带动群体的 以利沙是被称为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她的传承 她的复兴 就会影响到君王 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脉 他们可以打胜亚人三次 但是他们没有全面性的悔改 所以只能打怎么样 三次 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 当我们软弱痛苦当中 我们寻求神 神会不会让我们得胜 可以的 一定可以得胜的 但是得胜并不完全 到最后我们又重来 我们又在寻求 神又让我们得胜 但是我们又陷在软弱当中 没有办法这个 没有办法完全的得胜 今天以色列战车的马兵章 让我们提醒我们 我们要加油 我们要得到完全的胜利 我们不是要去找一个人 不是去找个先知 要找先知背后的神 而且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跟神有很紧密的关系 我们要随时接受神的管教 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来迎接 全面性的胜利 我们知道国与国战争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有没有 你就是没有把它全部打完 你就发现说 星星之火可以怎么样 可以燎原 有时候我们看自己 我们就觉得说 你知道吗 越高的位置越软弱 越阿斯 他就是一个软弱的君王 怎么办呢 但是没有关系 先知帮助他 有时候我们就承认 我们是个软弱的人 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我没有办法当小竹章也没有关系 你就从你的一个平常的一个人开始 我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影响力 也没有关系 你好好做灵修做祷告 到了时候神是会用你的 神是让这个信仰传承是一直传下去的 表面上四章的君王我们看到都会断 而且会有坏的影响 但是那个信仰的传承从谁开始传 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开始传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一直传到我们 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有传承的 今天我们也好不容易从天母过来 天母感想的 好不容易从天母过来 我们在这边开始要做传承的工作 我们等一下为新的角度当祷告 是一个新的传承 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要继续地把传承的工作做好 一直传地负担 传地主人信仰下去 让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是王的依靠 也是我们的依靠 是为我们开路 也是为我们得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感谢祢 主啊 祢使瞎眼看见 祢医治伤心人 主啊 祢有权柄 释放所有叫不可能的变为可能 今天我们在祢面前来祷告 我们要好好地来面对 心目中的亚兰人 我们要好好地来接纳自己是软弱的 我们要好好地学习如何接受祢的带领 因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的开路 也是我们的得胜的基础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永远相信 改变我们是借祢的话语 你的圣灵 在祢能力彰显的日子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求 Amen